嗯 去年我們再來的 雜片的案件買三萬件 如果順利的金額 是超過六十億 代表說我們再來的 雜片的症狀是很嚴重 行政他現在拿出 10公斤1.5 也有新立辦公室 在早上會補結拜 不過現在 連行政他的婚姻中 第文產都被指控說 牽涉IMB的雜片紅包 並對南洋的指控 第文產說 他已經請入書 提出故事 早上他參加公開 雜片的事 訪問到這個議題 嚴格一並沒有作出 假面的回應 講話是以前後面都不一樣 對金流的交代也不像沒錯 原來市長的男人紅片 比作詐騙集團的車手 把自己的小學當作人頭的洗錢 走去銀行要命一大條件 行人氣疑心痛不 你同學是八十九年次 都可以當你孫子了 你知道嗎 關國的警察知道了 是一個第一高峰七十塊會退休的老人 還說互相不相信 身口欠百多萬差一點讓街道主騙去 全案訊號依使前防治法 及刑法詐欺罪嫌遺送偵辦 國內的雜片市都來越多 對來進步的資料憲是說 近年就要三萬驚 才會算有六十塊也有這麼多 為了這個 行政宜是提出 六雜片攻略1.5 先入六雜片辦公室 第三 它會保證實開始運作 不過最近有這麼多政大人物 是涉入IMB雜片紅波 僅僅三十一發動第四波的憔悴 把行政宜前顧問丹振昆帶回去 其實如果丹振昆 就連行政宜的訪問 中地文餐也封點名 說他和主騙全國委員的吃肉 面對南亞的疾控 在請律師提高之後 地文餐是幾十天都沒出來 還出小公開的行政 總算在三十一出民 但是方問丹振昆帶 這些議題的時候 他一樣也是沒這麼免費用 記者綜合報道